我们社区名称是叫日光小林社区 那其实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 就是小林村在后重建的新社区 那为什么取名日光这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当时在后不久 有日本的朋友特别从日本来看我们 他跟我聊完之后 他有特别有感而发觉得 我们其实生命力很像向日葵 在任何的恶地上都可以开化 没想到过不久 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就收到了一个国际包裹 里面都是向日葵的种子 那当时其实我们从建 我们的永久一开始并不顺利 因为基于我们对于自己文化 故乡的一些坚持 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 当时政府提出的永久方案 所以我们展开了 将近围起一年的抗争 来自国际朋友的古地 日本朋友是很重要的 但我基于这个向日葵 我就想到了阳光 未来新的小云村全名叫做日光小地 产业的部分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 88水灾重建最大的不同 跟91最大不同的是 91多数还是原地重建 你可以重拾你熟悉的工作 可是88水灾重建不是 它几乎是台湾第一个以千村模式 为主要方向的一个重建 所以大部分我们住的地方都不是过去我们住的区域 也不熟悉 也没有熟悉的土地 熟悉的环境 空气都不一样 会需要赖以为生的一个谋生之道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产业发展 所以当时在99年4月份 我们决定取名为日光小林的同时 因为我在98年12月份 当时受到红石智慧秘书长陈思奎先生的鼓励 我们推出了小林梅的纪念礼盒 当时我们认为小林梅是 灾前最后一批抢收的小林村的梅子 所以那时候限量一万组 那也很感谢社会大众的支持 一万组就销售一空 所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那4月份我们就觉得说 这样的产业要继续下去 所以开始了我去推广 日光小林品牌的一个计划跟想法 那也很感谢那时候老汇 刚好有培力专案 几乎在我们推完小林梅之后 然后培力计划就进来了 就申请了老汇培力计划 第一波的培力计划 然后就在那一年 88水灾满周年的当天 99年8月8号 总统宣布同意我们 照我们的想法来重建小林村 所以就有了各位现在看到的日光小林社区 8月10号培力计划也通过 所以我几乎是无共接轨 就是很快有了家 那很快去发展产业 那整个脉络是这样子 一直在家里 在组合物里面去试念他的亲人 然后走不出来 反正工作产业可以帮不怕快速走出来 找回自信 最早其实产业有疗伤的效果 我们第一波小林市场还有疗伤的效果 慢慢发觉说这是一个未来的希望 因为就创造就业就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当时发展产业最主要一个初衷就是 我要必须在这个新土地上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然而我们没有很大的农地 我们几乎是来到这边就是除了这永久屋的五公顷之外 我们没有任何的土地 所以我必须做什么 我必须发展品牌 我当时就把自己想象成是像香港或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就很明显的构成就是我要有在地特色的农产品 健康的农产品 经过日光小林的加工 最后变成品牌 然后销售到外界去 另外一样我们做一个就是我们买了在地地区 山林地区有名的南瓜 山林的南瓜品质非常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小林美跟这个在地的山林 我们称之为微笑南瓜 我们就当时候就一起推出 也表示出一个是我们旧故乡的产物 小林美 一个是新故乡的一个产物南瓜 所以透过这样新旧故乡的两个作物 去表达我们好不好过去 然后也接受先未来的 尽可能的收购我们在地区的一些产品 然后来制作比较高价值的一个加工品 所以我们也有做手工果酱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的希望说 这些水果来源都是来自于在地 那但是因为这些妈妈过去都不是做这些的 所以都是从头学习 所以也是非常辛苦 20年前有一个这个简老板 简董 他因为他爸爸得到癌症 所以他才发现说原来就是身体酸化 所以医生就建议他们说应该多吃梅子 所以他开始找好的梅子 他找了两年 因为台湾的美金虽然营养好 可是很酸很澀 一般你吃不下去 但他觉得说你只要不好吃 很多人都不会持续吃就没有效果 所以他希望找到一个每个人爱吃的东西 那在去年的八八水在三周年 有人把这个东西拿给我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来自小云村 对 然后只觉得这个东西好生气 做什么饼怎么那么好吃 我就想跟这个简老板见面 然后第一句话跟我说 小小老弟 这个梅子就是你们家 你们小云村的梅子 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那天刚好也是我们协会 得到行政院的肯定 得到一个民间贡献奖 肯定我们过去三年的付出 所以好像是 祖先有看到我们三年很辛苦啦 所以把礼物给了我们 所以各位观众记得好金人月饼 多订一下这个我喜欢的倒霉饼 非常好吃 酸甜的口感 然后非常温润的感觉 只有这一家别无分哈